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忠彦 台湾疫情趋缓 不过考量到国际情势 交通部观光局再度延长旅游禁令 6月底前禁止组团出国 或者是来台观光 究竟何时可以恢复国外旅游 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对于现阶段旅游解禁 没有这么大胆 无法开放旅游 但是对于商务人士 指挥中心倒是有松绑的规划 上市纽西兰等低风险国家的商务人士 短期度进者居家检疫时间 将从14天缩短为5到10天 另外面对即将到来的暑假旅游旺季 不少旅游业者认为 政府可以参考澳洲纽西兰的旅游泡泡计划 进行区域性逐步解封 到底何时才能出国 哪些国家有机会率先松绑 记者蔡家臻 吴清俊带您了解 平常满是人潮的机场出景大厅 现在一片冷清 班级时刻表整片红通通 全是航班取消资讯 海关出口看不到排队旅客 只剩少数出国洽工民众 商务出国都有去 全世界都在跑 很不方便 到哪都要隔离 台湾从2月10号开始 将中港澳旅游警示提升到第三级 非必要避免前往 3月20号更扩大到全球 并颁布旅游禁令 禁止观光业出团 以桃园机场来说 3月的航班在2019年有2万2千多架 今年砍到只剩8773架 整整减少6成 出入境人次更从415万人次 一口气掉到58万人次 大减8成以上 飞不出去的飞机全留在停机坪 趁空档进行维修检户 航空公司的压力恐怕也不比旅行社轻 因为飞机停在飞机坪上就需要付钱 民众配合防疫超过三个月 好不容易国内的疫情趋缓 大家都想问 什么时候才能松绑解禁 全面开放边境 重启观光旅游 没有那么大大 一些特定的国家情况跟台湾 是这样子可以相匹配的一个情况下 加上一个量能上能够接受的管理的原则 建立的起来那才会来考虑 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多方面评估之下 不打算贸然开放台湾人出国观光 倒是商务人士来台考虑先松绑 针对短期来台的商务人士 指挥中心规划缩短14天的居家检疫时间 低风险国家预计缩短为10天 极低风险缩短为5天 居家检疫结束后自费筛检 只要是阴性就可以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至于风险低或极低国家如何界定 标准是7天内确诊病例数的比例 大致上是跟我们差不多的 或者比我们稍高一些的 我们就认为它风险是相对的低 那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那逐渐的看起来 它的一个确诊数也在减低的 那我们认为它风险也相对的低 以纽西兰来说 从5月14号到5月20号 7天内只有6个人确诊 就被指挥中心视为风险较低的国家 另外像是香港澳门的经贸往来 也是指挥中心原本考虑松绑的方向 从贸易量来看 其实我们关系是非常的一个密切 从大陆当中 其实将近百分之24 其实是透过香港来中转 香港其实呢 不只是中转到中国大陆 还有中转到东南亚 或是其他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中转的地位 也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 香港是台湾第四大贸易伙伴 和第三大出口市场 以2019年贸易总额来看 台湾和香港的贸易量 一年就达到512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约1兆6900亿元 而港澳游客也是台湾观光业主力之一 2016年港澳来台旅游161万人次 到2019年增加到176万人次 疫情爆发之后 2020年2月港澳来台旅游人次 还有2万2000多人 3月只剩259人 这些都在政府的考量范围 不过说到贸易量 同样临近台湾的日本 和我国一年贸易总额 达到673亿美元 比起香港更高 另外像是韩国也和台湾往来密切 但为何暂时没被列入 考虑松茫的名单 日本贸易量其实是大于香港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开放日本 甚至美国是我们第一 我们也没有开放美国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除了经济的一个考量点当中 那个疫情的一个稳不稳定 经贸考量之外 疫情状况也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香港4月下旬到5月连续22天 没有本土确诊个案 即使后来陆续有人感染 不过都控制在零星个位数 而澳门则是从4月9号开始 超过一个月没有任何个案出现 反观日本和韩国 疫情虽然也趋缓 但是感染人数还有二位数以上 日本就是起起伏伏 有时候是新增几十例 有时候又破百 其实都是风险都还算蛮高的 才刚开航就遇到疫情搅局的新宇航空 3月中宣布澳门 县港 槟城三条航线全面停飞 现在似乎看见疫情趋缓 一线曙光 也开始摩拳擦掌 预计6月1号开始 率先恢复澳门和槟城的部分航班 虽然有纾困补助 但航空旅游相关产业 上半年收入几乎归零 让他们比谁都希望 找一步松绑 在职的 就正常要上班的同事 大概1600个左右 我们还有800位专职的领队 扣掉政府的补助的话 我们每个月大概还要稍留7千万 无论是业者还是民众 恐怕都得再等等 考量全球疫情还不稳定 因此交通部宣布 旅游业者组团出国 或是来台观光的禁令 得再度延长到6月底 台湾对哪些国家 有机会率先开放解禁 专家提出两大判断指标 第一是二到四周 没有本土感染出现 第二是阳性率少于3% 阳性率就是说 超过3%以上的国家 这些国家我建议还是不要去 每一个地区 甚至于要深入到每一个城市 它目前是不是有刚发生 两个礼拜以前 是不是有刚发生过 社区的流行感染 这些信息必须要做 所谓的即时的 这样的一个评估 公益专家计算新冠肺炎的 累积发生率数字越高 代表潜在感染风险越大 越不适合前往旅游 以美国来说 目前每10万人 就有375人感染 意大利也有350人 都属于高风险地区 而澳洲 南韩 日本 都低于25人 台湾更只有不到两人感染 相对安全 通常这个数据在十万分之五以下 通常病毒的量都很低 所以即使无症状的个案其实也是很少 不过暑假的脚步越来越近 民众最关心的 恐怕还是需要再等多久才能出国旅游 实际上这个时间的部分还是要看政府 尤其是防疫中心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在 等于说是已经在慢慢在整合 它的概念叫做旅游泡泡 也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或许没有办法一下子全面解封 可是它可能可以对等的开放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纽西兰跟澳洲 纽西兰和澳洲提出旅游泡泡的概念 也就是临近区域在彼此疫情 都能掌控的状况下 互相开放国界 两地的公民只要通过筛检 就可以自由往返 免除14天的隔离 台湾也有在讨论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模式先 就是逐步地去解封 或许它不是一次全面 但是至少在有一些比较安全的区域 可能大家可以对等的开放 那对旅游来说它就会是一个帮助 不过部分区域开放 只是减灾减损损的一小步 损失缺口恐怕还是很难弥补 何时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所国政策逐步解封 不止台湾全世界都在等待